身穿雨衣的男子半夜不睡覺 跑到店家門口東江西網 接著拿著工具試圖撬開門鎖 第一次沒成功 又是第二次 整個人側身靠著玻璃門 使勁力氣拉啞拉 這下讓他成功闖空門 進到收銀台搜刮鈔票 竊賊還嫌事先太暗 居然囂張開燈 大把大把的把現金 裝進塑膠袋 完全不怕 被人發現 事發在3號凌晨4點多 新北市中和這家麵店 大門鎖頭整個被敲壞 嚴重吊漆露出板筋 店家暫時沒辦法鎖門 只能想辦法颱風天找廠商維修 事發前零星老闆忙到凌晨3點才離開 小偷緊隔了1個小時就上門 顯然下手前曾仔細觀察地形 熟知店家作息 最後得手7000元 其實我們這個月本來就要結束營業 我月初剛好遇到這件事情 是真的蠻沮喪的 因為疫情期間收的收 倒的倒 老闆無奈平時都會把當天 營收清點帶回家存進銀行 只留隔天找錢用個鈔票 沒想到就被對方搜刮一空 警方獲報鎖定一名竊盜慣犯 要把人逮捕歸案 畢竟小本經營勢在承受不住 巨大損失 記者楊立強 採訪報導 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